我很確認是教育所的一個工作,讓我們幫你們幫忙填 如果有空的同學可以幫忙填一下,下課的時候他會來收 就放在雜誌卡的旁邊,謝謝大家 那兩份的話是重新定義,就不是你直接從網路上直接付帖上的 就是重新定義這三個等我自我操我,然後再去分析阿晴他可能的行為就有兩份 那其實我們等我自我跟操我裡面,等我跟操我是比較沒有懸念 就是大家都打得比較一致一點,像快樂原則他就是要尋求立即的滿足 所以大家都回答得很好,比如他就是選擇不出面 或是因為害怕刑罰,所以不會聯繫,然後逃避,不願意承認 那比較特別的是十四組,他們甚至還去想說,會對這個消息 他可能會感到憤怒,然後甚至會想要再度傷害這個白人靈子 那另外二十組,為什麼大家在講? 那另外操我也是大家回答比較一次的地方 像第二組他們就講說,因為他當初他自己犯的錯,所以他會負起大部分的責任 那像第十七組他也講說他會自首,那甚至他會去彌補 他曾經沒有讓他得到親生父親的父愛這個 那自我的話是大家回答比較多元 像第三組跟第六組他們就講到說,他會以利盈的方式來捐贈骨髓 因為自我,他其實會折中本我跟超我,那像第四組他們就有很 就還不錯的地方是他們去分析,如果他的超我大於本我的話 他就不會去公布,那如果他的本我大於超我,他就會逃避,不願意面對 那第九組他們想的是,他會給一個期限,然後如果這個期限之前都沒有人捐骨髓 他才會出現承認,那第十二組他說他會利用自己的人脈來找出其他的人選 那他本人就是不會出現,那第十五組是,他這邊講的是比較像清晰掙扎的部分 他會先假裝你問他們家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然後再來想說自己又不要去做下一個動作 那這次比較好的是第三跟二十 你先看一下他們這三組 好,第一組呢,因為他們比較特別,像之前一樣他們都是有很多的討論 就是先去分析,像等我是快樂原則,然後他有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然後他有可能的說法,他們也提出了三點 那第二個,就是我的部分一樣,他們都會先討論有情況一,情況二,然後再總結等等 就是第一組就是很有規則,然後接下來他還提出一個他可能的說法等等 好,接下來第三組的部分,十三組,不好意思 好,十三組他也是先做一些定義 好,那後來他有講到會有焦慮,對方焦慮的防衛機制 這老師以後的課程會講到,所以我們這邊先不討論 那這裡呢,他這邊還比較特別是他會去先講說像本我有想二原則 那他的心態是,他會把他的心態都描述出來 然後另外他也去網路上去找出這個故事的最後的結局 那他們還用自己的話去對這個結局做他們的一個分析 好,這十三組值得大家參考的地方 好,那最後二十組,好,因為他們也是像等我,就先一段定義 然後接下來他會講說他會避免自己受到痛苦的對待 我們這邊會,值得大家參考是因為他有提出一些例子 像初聽、應訊、媒體焦點、牢獄之災,然後骨髓手術等等 所以這是痛苦,所以他才不願意觸念 好,那自我一樣,他這邊也是講說 因為他們這一組會,我們會特別提出來是因為他們提出很多例子 好,像譬如說,貝根 他們是可能會私底下聯絡或是利民捐贈骨髓 那如果他是以滿足本我為目的 就可能在不得不出面的情況下,譬如說他被指認了 或是在所獲得的利益大於損害之下 譬如說在不受法的情況下只救一條人命 或有事實上的其他利益 他才有可能會出現 那如果他所帶來的壞處高過於他的利益的話 他就會退出這個行動 好,那接下來在超我的部分 他也講到說譬如我法律追錯期啊,然後等等 所以第20組他們值得大家學習 他們每一個情況都有提出很多的例子 好,那另外要特別跟大家分享是上學期的組 他們的組別 像他們其中有一組 他們就把本我、自我、超我 把他依照什麼珠八戒、孫悟空跟唐上戰 然後把他分類 好,那另外還有其中一組 他們還依據老師上課講到T型、A型、B型、C型、D型 把他去做一個 如果阿齊和依照不同的人格 他有可能在自我方面會有不同的一些反應 好,這是上學期可以值得大家參考的 謝謝我們助教每次都這麼細心的給大家抓出你們的優點 跟大概我們一般來講 大概盡量的是講三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沒有 比較不會說你缺點 缺點當然也要提供 但是如果說我們看到人家優點的話 能夠盡量笑法一下 我記得我上次有上上兩次跟大家提到 那個 因為到土豆網那個製片人 他就提到他從台灣到大陸去發展 所以這時候他的發展的最主要就是說 為什麼同樣都是大學畢業的有一個研究生 來到他的有1500個人的員工裡 他發現到我們台灣的學生 最缺少就是講故事能力記不記得 我看看他們好像好像會講故事 我們只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的主題給你們 你們就開始去發展 然後會把我們講過的內容放進去 這個很棒 這個叫你們可以去類化 然後可以去類比 然後甚至你可以去推演 可以去延伸思考 這個都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們第一組的在那個地方 提手一下給大家看一看 第一組就在玉心多組 第一組 我要請教你們第一組 還有十三組 十三嗎 十三 十三組在哪裡 十三組 你們好客氣 每次大概這樣 二十組 也二十組 也二十組在這邊嗎 二十組 這邊 二十組 就你們 我都發覺這幾組真的格外的用心 因為他們一定要有團隊的精神主權 像我在帶你們雜記卡的時候 當我在跟你們開始做拱橋的時候 同學才發現到時候 原來我的隊友是長的那個樣子 所以你們都在哪裡討論的 線上 所以你連旁邊的隊友長成什麼樣子都還不知道 那你要知道我剩下幾次可以跟你上課 你知道嗎 其實只有兩三次 所以期待大家趁這個機會 因為將來你們大概不太可能再上我的課了 除非你是教育研究所的或是師田的學生才有方可來 我還有一個課叫做識別教育 但是最近因為課太多了 都可能已經大掉一個學期了 可能下學期也不會再開 我已經開出去沒有再開 那總而言之 請同學記得 如果這學期我們上的課 如果你覺得還可以用的 那就記得 那些雜記卡也都是老師花很多的時間 給他同學回饋的 你們記得不要亂丟 將來如果遇到 那好遇到 有這個情境的時候 你拿出來看看也不錯 好 剛剛講到本火自我炒我 我有一個例子要給大家看 你們考慮看看 最近有一個新兵派訴所的 新兵派訴所有人去報案 就是那個派訴所 報案是說他在學校裡邊 那個丟掉我們有一個 那個假日班的那個EMBA班 都那些都大老闆 他丟掉一個非常很 很 裡面很多錢 他說有美肌有什麼都有 他們假日班大概一個月才回來 上了一兩次課 所以他們有人去報案 但是我們在昨天的時候 我老師剛好在外面開會 我們的孔教官就打電話給我說 有兩個同學他們就撿到一個皮包 這個皮包打開不得了 頂邊很厚的錢 然後那個好警官很厚的錢 然後這兩個同學 看一下就趕快送到我們 我們那個生父族去了 這就是我們學生 所以我們就趕快 新兵有人去報案 我們就趕快去看一下 那個那個那個 我們也是我們在指教班學生 非常開心 非常高興 這你們覺得應該屬於 本我自我超過哪一個 應該到什麼地步了 應該是超我了 想一想 其實這個例子發生在我們學校 我是感到非常開心 因為同學們沒有想到 當然會沒有看到說 這個錢那麼厚 我真的很厚 好幾萬 以標籤金都有 那麼厚厚的一疊 然後同學沒有 丈為己有 而且這兩個當下節力馬上送出去 館院的學生 一年級的 他是一年級的學生 因為他就在館院上課 當然是一年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可以給大家當參考 所以這兩個同學我們就會 他絕對沒有想到我會做什麼事 我當然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那個 我們要去宿舍區跟你們住一個晚上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去拜訪你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你不要進來 我會去 我東西已經放進去了 所以會到那邊跟你們同樂一下 也會去那邊吃飯 然後同樂一下 我們今天晚上就要表明他們 總而言之 請同學要知道 我們雖然會遇到很多很多的考驗 但這種考驗如果說你良心 我還是希望有良心放在 良心當你在判斷的時候 以判準的一個標準 不然的話 比這一筆錢把它吃上去 一個人會分 相信可能說你一個月會過得很好 但是我相信有可能 你可能會想到這一段 你就會有一個陰影存在 這個陰影存在 可能就是助長 跟你們討論的這件事情 當然這個陰影 沒有像阿琪那麼可怕 但這種陰影的話 對各位來講 其實是五點 還是五點 好 當我們講到各種的 T 啊 A 啊 B 啊 很多同學都問我有問題說 老師我總覺得 我好像也有一點比較像A 有點像B 甚至每一種會有點像 我就會跟學生回答說 你們是有一種主型 一種故事 主型叫故事 甚至有些同學拿到的都是 你的人格裡邊 人格 像我們說人格是一個面具 是一個面具 所以我們這次人格都沒有來 我們去囉 所以我們主要是 如果你看到那個人格的話 我們像上次我們戴了一個面具 這個當你會選上那種人格的話 他有可能就是說 他外表裝飾得非常的華麗 但是他跟人家格的就是一層的 一層的面具 所以他永遠你被他問的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 他只會跟你就是用面具來跟你講 但是他有沒有內心的身處 有 這種內心程度的開放度 就要看看周哈里窗裡邊講 你是一個隱藏的我呢 還是未知的我呢 還是潛在的我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有不為人知的 有的人是不好是讓人家知道 有的人是 喔 那個不要碰到我心靈的身處 會是這樣 有一個同學回饋一下 他說 喔 難怪喔 每次我到游泳池就開始故事痛 為什麼 因為他從小 尤其幼稚園的時候 一個女同學 他說幼稚園的時候 他媽媽逼他去游泳 所以後來他發現到 我只要說肚子痛就不用去游泳了 所以他每次年同到 到我們中山大學的話 我相信也有可能 你看到 因為我們25公尺 女生要25公尺 男生要50公尺才可以畢業 所以你的門檻就可能就是說 因為你過去那種陰影存在 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潛意識裡面 他要覺得因為很可怕 而且他只要看到 看到那個水很多 他就覺得快被淹死的感覺 多多可能 所以我們從上禮拜提到這個 我們接下來到底人格 除了我們上禮拜講那些 還有什麼東西 我們除了A B C D 還有一型人格以外 T型人格以外 還有很多種說法 我今天跟大家討論一個叫 Five Factor Model 這種五大人格 我簡稱叫五大人格 就五個五大型的 五大型裡邊 還有過去的人講 十六大型的 九大型的路由 這五大型人格用得很普遍 那個叫Ocean 簡稱叫Ocean 開放型的openings 都有一些片 例如很多時候 你沒有到某一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 你是心境接觸的 這個地方你是 永遠沒有跟他講過話 這時候 這種開放型的人格 他會帶動出來的 就是說 他會主動去問候 主動去更加 我們一開始就破冰一下 這個開放型人格會這樣做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我們另外一種 謹慎型的人格的話 他會想一點 比較多 例如說我來到中山大學 從來沒有到這裡 祝道有個戲的請示 雖然是同戲的 你還會很擔心說 我要不要主動跟他講話 如果開放型人格 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 就開始就很快的 我們一起吃飯 那就開始了 但是謹慎型人格 就會想多一點 這個開始看他穿什麼衣服 看他背什麼背光 然後看接下來 開始會去 去開始推演很多很多的假設 這時候我們就說 他是一個很周到的 但是這種謹慎型的 我們這個謹慎型人格的話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發現 他是周全型的 就是說他會變一面俱到 有時候開放型人格 有時候會得罪別人 為什麼呢 當人家在讀書的時候 啊 我們去吃飯了 他說要吵啦 我明天要找作業等等之類的 但是開放型的人格 他一般來講 我主觀這樣認為 他就去做了 比較會得罪別人 對不對 但是我們來到謹慎型人格的話 他會衡量他的利弊得失 所謂的利弊得失 這個也是同學值得參考的 就是說他比較不會那麼的 那麼的直接就過去做了 所以我們上次我們給大家扮演 那個給大家玩那個 戴失考帽嘛 失考帽 所以你那種失考帽 不是只有我一次戴一個 有時候可能你 甚至有同學跟我說 哎同學我總覺得 好像是一個新路立場 沒錯 就是新路立場 有時候變得很快 我本來很戴紅色 但是突然之間 我又覺得不需要這樣嘛 就馬上變成 帶另外一種顏色出來 所以每一種都在轉換之中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謹慎型的 這種人格來講 他會比較周到面面俱到 這種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他也有缺點 他有時候那個 就是說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他會有高分組的人 高分組的人 如果你是謹慎型的 我們會 我們給大家做一個人格測驗 你會有 當你高分型的話就是謹慎 如果第一分組你不謹慎的話 反過來講你就拉里拉她的啦 然後不細心 做事 瞻前不顧後的那種的 這種人格 同學就知道 我們台灣人叫李滴浩浩 有沒有聽過 李滴浩浩就是 他丟起來 很串竹子丟起來 掉了很大串的 這個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開放型人格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是非常的有創意的 很有創意的人格 那如果這個低分析點的話呢 他就是這樣 他心情很狹窄 他反過來講 他是比較保守一點 開放的對等就是保守 既然保守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 你叫他畫那個 上次畫那個 我們九個圈要把它連在一起 很多同學都很固濁 都會想到一定要在中間畫出來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 我如果畫大一點 往外面出來 甚至有個同學說 我就拿一大筆這樣畫狹窄 只要一條線 我們如果還在詳細一點說 你不能夠重複畫 你有沒有辦法打三條線畫 給你九個多多畫出來 好 這個就是要看看你 高分組的同學的話 比較能夠是開放型 但是如果你達到再開放型的話 你是一個低等低分組的 那有可能就很拒絲 你就 你也沒有辦法就 就我們挑選出來 可能就沒有挑選到底 因為你想過都是人家想過的 像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會認為說當老闆的 他很希望他的員工應該是比較開放的 不然他怎麼先衝他的業績 好 接著講到外向 這個外向型的人格 如果說我們在一個學校裡面 你要選鼓掌的話 那當然就是什麼鼓掌 外向型的應該是活動鼓掌 對不對 他更加去社交 然後更加去 所以他公關組組上最可以做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外向型的話 那我們知道 外向型你不要認為說 有的人是貼生 剩下的時候 啊 教訓喜歡跟人家互動 但是有些外向型的 必須要靠你的 靠你的努力也可以做到 真的也可以做到 所以如果你那個看到自己 實在是太內向的 因為我看到有些同學寫那個雜記 我都看到他很想有朋友 可是因為結交朋友 有時候比你想像還要難 例如說他不知道怎麼開口 不知道怎麼破邊 不知道怎麼互動 所以他永遠就是 如來如往 如假化 像這種情況 我們也會覺得 你這樣的話 很容易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為很多時候 你的點底教的工作 都不是一個人獨立可以完成的 所以這時候 你想想看 我沒有朋友可以討論 我沒有人可以跟我 互相看出我盲點 我們人都有盲點 所以這時候 你那個外向型 如果很低的話 他就很保守 很親近 很文靜 所以常常 常常都是在那邊獨來獨往 所以那一天我在 給你們搭橋的時候 我就看到某幾個同學 他 我心裡邊是在想 他一定是不習慣跟人家互動 不習慣互動 就是說他們這樣太安靜了 因為爸爸媽媽的教養方式 還有你在一個環境 成長的環境都有關係 例如 老師的教養方式 家庭教養方式都有關係 有沒有從小長大的時候 你自己你覺得很文靜的請記手 都不喜歡非能夠通過請記手 覺得很文靜 你會不會很文靜 不會 有沒有人覺得很文靜的請記手一下 好 你覺得很活潑的請記手 很活潑的 來很活潑 來就是你 你告訴我 你過去的 沒有關係要活潑 就是要講話 你知道 你覺得我老師的個性活潑 還是文靜 活潑 你知道我錢 我講話都會花抖耶 好 開始 我真的講話過去會花抖 來請說 好 你怎麼樣 你覺得我呢 老師是活潑 你覺得我呢 老師是活潑 可是我 我過去很文靜的 沒有 我不是問你 我問你 你為什麼可以這麼的 就是說 很容易就跟他接近 就是說 我們跟我們等一下的人際關係 會有關係 你在什麼樣子時候 培養這種比較開放型的 例如說開放型的個性 怎麼來的 開放的外向型 你怎麼培養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做的能力比較差 所以我就知道 靠自己也不知道 什麼能力也做不好 所以 你一定要我朋友 這樣好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 就覺得自己很炸 什麼時候 就很炸 我想就我不拿手的東西 所以 很需要找人 好 所以 所以 他的動機是因為覺得自己好像有所不足 所以他會覺得 請同學 你們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你父母親 教導你的時候是 告訴你說 你要多跟他討論 還是說 自己專心一點就好 對 他會問我說 阿妮這裡不會 阿妮要問同學 看老師這樣 他們有個提到 有個提到 所以父母親很重要 對不對 非常謝謝這位同學 很棒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跟家裡教養有關係 還有跟老師的教養有關係 有一些老師我看到 他就叫同學 不要問問題 第一個 第二個 同學不能講話 然後第三個 你們最好是乖乖作者 然後寫功課就好 像這樣的話 出來的學生都會很僅僅 謹慎型的 如果說教育出來的 你們過去 就自己回想一下 國中補小 如果你的老師 是屬於那種 把你管得實實的 天壓式的教育 那我跟同學講 你的功課應該會很好 但是呢 你就沒有創意 你就會實實來擔心的地方 但是放過來講 第一個家長 他只要跟你說 你只要能回家睡覺就好 你只要八九不離死就好 那我告訴你 你會培養一種 比較開放的 比較外上的人格 還有再加上 這個同學 你的爸爸媽媽就教你合作 對不對 因為你要合作啊 你要知道跟人家合作 不是那麼簡單 我要有貢獻 對不對 如果我跟 我這個team給我 但是你總是 好 你拿出來 我們就開始要分配工作 我們就開始來 大家看看討論 但是如果有一個人 他很內向 他不跟人家討論 你覺得 我們這個team會起來嗎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請大家 不要小看這些個性 這些個性 很多都是理由的 但是有的很缺乏 所以我們最期待是 只有這個神經質 不要太多就好了 其他的都要有 例如說 開放謹慎外向合作 像這個的話 大家可以去把它 如果我們給它布局的話 你一個人的人格是100分 那請告訴我 你這個各佔多少 好不好 也一樣會有一個主型 一個護型 一樣道理 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 我剛剛已經講到 謹慎型的人 他在這個地方 他功夫可能會最好 那我如果問你說 如果我們要 將來他要創業 請問一下 什麼樣的行是最實相的 來 如果一個人要開公司 請問一下哪一種行 最最 對那個 這個 對一個創業者最棒 來請告訴我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如果我要開一個公司 那你從現在開始 就要開始布局 我覺得布局很重要 對不對 你開始要布局 像你知道那個 那個叫Eason 對不對 Eason 那個公司老闆 師什麼 師 不知道 師 師慶 不是 師慶有 等等 他們家陸陸港 他從 他在教大讀書的時候 執管嘛 執勤 執工 他就跟他太太兩個人 他們就有想到他們同學 就想到說 我們將來要出去合組公司 所以那時候 反正就是太太 幾個同學都出去 一開始就失敗了嘛 那失敗以後 他們就寫到經驗 就慢慢出去了 大概就可以 可以 有一個不同的發展 所以你想一想看 像這種情況之下 你覺得開放要 重不重要 重要的請記手 你覺得我如果這樣 要開公司 我要不要有開放性的人格 需要請記手 好 謝謝 有沒有 謹慎要不要 要 好 對 開放要不要 外向要不要 也要 好 然後合作要不要 也要 對不對 你看都幾首了 幾個同學不知道要不要幾首 放在心裡沒關係 你要不要幾首 其實我也知道 你有在想 因為你們比中山同學 我跟你們接觸的經驗 我都知道 同學上課的時候是滿專注的 你想想看 當我有具備這些死人格 但如果說我是一個業務員 我具備要多一點人格 要哪一種 我是業務員 我退校工作 我需要具備哪一種人格 最重要 外上還有開放 是最重要 但是我如果是一個 我們還有 我如果要走學術路線的話 如果你將來要當大學老師 你要當中學老師 大學老師可能可以更具要更多一點 你們覺得哪一種人格 是最需要的嗎 如果你有一天 你要當 你要去學術界發展 你覺得像這樣的話 你覺得哪一種人格 最需要有多的 來 請說明一下 你覺得如果一個大學老師 你覺得哪一種人格 你覺得哪一種人格是最需要的 如果一個大學老師 開放 開放 你為什麼一個大學老師 要開放性能格 要佔最高的比例呢 因為老師上課 有吸引力 才能夠找到學術界 好 所以你覺得大學老師 最需要的是 開放性能格 對不對 好 謝謝 除此而外 有沒有覺得大學老師 需要有什麼要人格 你覺得還蠻重要的 我們現在替你再做 我們來把它組合起來 有沒有人要再說 來 就你了 來 來 沒關係 隨便收 我會 你覺得還有什麼需要 要謹慎型 謹慎型 謹慎型 為什麼 至少他要有一定的職業能力超過 消耗 而且也不會一直出錯 他至少要有 至少要有一種做學術人 就是要嚴謹 沒錯 嚴謹 他講那個狀態要很嚴謹 不錯 所以你剛剛講到 是一個教學型的老師 你講到是一個研究型老師 他有一種服務型的老師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什麼叫服務型的 服務型老師就是 例如說 很多老師們 他做一些社會服務工作 例如說我們 例如說我們有領導力認證 例如說我們有一些工作 尚老師的工作 我很多都要跟外界掛工 例如說我要到中學服務 我要到那個 我要去教育局 教育部等等之類的 像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又覺得這種好像也不需要 但是合作型的也是 一般人來講比較缺缺的 因為他可以固定混鬥 但是你要叫人家跟他合作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請同學記得 這種合… 你剛學講嗎 這時候我今天前好像不合作 不好意思 就是你如果說 倘若不合作的話 我們會知道你會被人家迫起的 嚴重點是這樣 為什麼會被人家唾起 因為有一天那個台積電啊 我們這個地方 他們就來那個鹽花替代銀奶 他就來講 他說我那次應該有跟你講 他說如果我要找我們的員工進來的話 一開始能力很強 我們當然會喜歡 但是如果你能力不錯 但是你態度很好 又可以跟人家合作就喜歡 所以可見的 你們都會看一下衡量的 這種情況都是我們必備的 只是說有的人會騙上某一種 多一點某一種 哪一種找不點 倘若說你不信任老師收到 我就是謹慎型的 那老師很期待 你的朋友就其他的 好不好 你的周結交這種朋友了 或者說將來找對象的話 你是一個A型人 你就找一個B型 那你是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開放的 A型都很浪漫對不對 開放型一定很浪漫嘛 很浪漫到幾點的話 我們就知道 你會很多時候你就 你就一直想意想拼開 喔這個好這個好這個好 最後他就放收回來 像這種情況的話 你必須要有 謹慎型的人格來跟你互相的 就是互相調整一下 這樣的話比較好才會過分 好最後就要介紹一個神經質 如果你是一個神經質的人格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是屬於那種 很多所上感的 很自卑不愛憋的感 然後對自己沒有認同 然後隨時很焦慮 他沒有自信 跟你不一樣 你是因為 我說跟你 他的沒有自信 是想要偷偷聽聽別人意見 所以我潛無常說 還是很開放的 這樣好不好 但是有些人真的自備到幾點 我看過的學生真的自備到幾點 英文都很棒 他說 我的英文只有考800多分 不會啊 我說800多分很好了 他說不對不對 我要900多才可以 類似這樣 像我們看到這樣 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也過神經質 每次都會覺得患得患虛的感覺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知道 老闆對你也會不信任 老師也會覺得說 說不定你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請大家記得 我們謙虛很好 不要過度謙虛 自大也好 不要過度自大 這個就是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是 一個人要外圓內方 方是顏則 圓就是圓融 不是叫你圓華 是叫你圓融 當你能夠外圓 然後內方 內方就圓則了 你跟我想 即使我還是有我的 我的圓則 我的圓則在哪裡 我知道我最後的 你你可以選是在哪裡 如果你沒有一個圓則的話 人家會覺得說 你好像是麻糬以上 麻糬是你知道嗎 麻糬的意思就是說 你太過為懦弱了 而且懦弱無骨 像這樣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 你沒怎麼樣 根本不會把你看見眼裡 請大家記得 將來社會就是一個 非常具備挑戰性的 如果你不管各行各業 如果你能夠記得老師 這個神經質的話 一般來講就會比較 對自己的信心真的很純粥 所以你應該要跟前面的多多學習 好 這是五大人格 好 講到五大人格以後 我們還有其他 現在開始要做一種投射 投射的測驗 這樣投射測驗的話 我們就會給 來 各主就會下去 我們現在 這個幾張 我們現在有一些圖片 這些圖片 這些圖片 都是主教掌握下來的 這些圖片 請各主討論 第一個故事給我聽 開始 一個故事 來 各主一個代表過來 好不好 還是你們趕快來挑 好不好 太慢出來挑到 你很難解釋 看你怎麼辦 挑喔 來 趕快 然後各主去討論 第二個故事給我聽 好 我們給你三分鐘時間 編故事 講故事 好 現在我們請 請各位 同組的 一起討論 你要編什麼故事 而且故事要 有你的特色 你們各主的特色 從來不討論 趕快 我既然講 合作是能夠 做是要合作 一個人一句話 趕快接融起來 有我們拿好幾個 不行 我一看到這樣 就覺得他很像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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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雪橇,然後他去錄布,然後他開始的行程參與 所以聖誕節快到了,他很忙,所以他不高興 主的同學出來講故事給大家聽 那個三組同學,三組同學就可以了 因為他很多活動要衝 對,謝謝 這個怎麼辦 可以編解一下 然後他在剪刀,然後他行程不高興 就因為太忙,他必須 可是他很喜歡做這件事情,因為他已經要做 眼睛怎樣 就是他程序在一個背景 所以你要好嗎? 但是就很累了 所以大家可能會成功 同學們要投射你的傷疤 第一個故事 投射你的傷疤 要有貢獻的合作啊 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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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 配機聰一點沒關係 配機聰一點 所以他 特逼啊 呵呵呵 所以太憂鬱 所以他脫下化的難化 有點像天使 非常不一樣 喔 所以天使法要大標準 哈哈 呵呵呵 這黃黃絲 這黃黃絲 對 這黃黃絲 對 這黃黃絲 開了一塊黃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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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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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會 一大牌個挑選一個代表 一組代表 你們趕快想好的話 你們這組 如果編出的故事的話 你們要至少 全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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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如果覺得我的故事不錯的話 好 全組加一分 欸 我的分數其實還蠻好 真的 你只要認真就會認真 好 我們 好 我們時間到 好 現在我們來 這一組的已經有人一直擠手 好 請這一組的 你們幾個人代表一邊拿紙給大家看 你最少兩個同學來幫你拿紙 有一個要表演的對不對 你們用什麼方式來表演的 你們用什麼方式來表演都沒有關係 來 請代表出來 兩三個同學代表出來 好 各舉要兩三個同學代表出來 好 各舉要兩三個同學代表出來 好 你開頭先做 來 我們這一組 來 你這一組 立體組 好 來 來 來 阿里 你過來一點 你過來一點 你要來這裡 有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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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請注意 看一下 他如果講完了的話 如果跟你內心 這個都是嗎 這個怎麼跟 然後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有沒有很像八字虎先生 其實他本來沒有八字虎的 他有一天見到一個神燈 然後呢 他好高興喔 因為據說神燈可以實現他三個願望 很高興啊 他想說 要選哪三個願望呢 第一個 我要一個很帥氣的八字虎 神燈 就成全他了 他現在有很帥氣的八字虎 然後呢 八字虎先生因為找得很醜 所以沒有女朋友 他就跟神燈說 神燈啊神燈 每次也有一個女朋友啊 神燈說 嗯 有點困難 好吧 吃給你一個女朋友 呵 然後呢 然後這個女朋友 就跟他神燈 他說嘛 他被窮到出來的一天 好想喝牛奶喔 可不可以 給我一點羊奶呢 他說 羊奶喔 可是要去買好麻煩喔 神燈就來這邊啦 神燈神燈 可以給我羊奶嗎 好啊 然後神燈變出了一個羊出來 然後羊看到八字虎先生 他那個鬍子就很高興 就轉過去 八字虎先生 非常的 非常的驚訝 所以他把他女朋友 打出來 來打那隻羊 然後那個女朋友很生氣啊 他就把他兩隻包跟鞋拔下來 往他臉上砸 所以他臉上才有這兩個包跟鞋的痕跡 好請問一下 所以你的 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 他們這一組 郭勇喔 郭勇他們這一組的 還會非常 用神話故事來詮釋 這一個 所以我們看起來好像是 有一個主人 一個男生 然後 有一個女朋友 所以我們看到 他是嘗試用這種講 用神話故事來講的 好 我們給他說 給他鼓勵一下 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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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創新 好 現在我們這首第二組的 第二組 來 他們先 第二組 我們看看 我本來是賞三組 如果你們不可以的話 這一組 這邊 接下來這一組 好像才公平 你們這邊準備一下 來 你們是哪一個 第18組 這個很推 你看他顏色很推 他跟這個怎麼一樣 還不太一樣 還不太一樣 就是 那個黑色的圖 就是 遠遠看 就是看整個 仔細看很像蟑螂的頭 就是 他就是他的腳 然後就是眼睛 就是蟑螂的前半部 不像嗎 就是很像 就是蟑螂的前半部 然後 我們就 然後這個蝴蝶姐 就是 我們的故事就是 就是 蟑螂把 Hallokiki吃掉之後 然後就 Hallokiki噴血 然後吃蝴蝶姐 然後吃蝴蝶姐 有沒有人要問他 有沒有人要問他 我第一個要問他 你是不是很討厭蟑螂 是討厭Hallokiki噴血 是討厭Hallokiki噴血 Hallokiki噴血 所以他 章然已經夠討厭了 還有Hallokiki更討厭了 把他吃掉 吐血了 那為什麼會剩下 這個蝴蝶姐呢 這個蝴蝶姐 沒有辦法消化變蝴蝶 沒有辦法消化變蝴蝶 肉可以消化 但是蝴蝶姐 有蝴蝶姐 喔 Hallokiki有蝴蝶姐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不是 不是 大家都會喜歡嗎 沒有特別喜歡 沒有特別喜歡 你們大家的意見都這樣 對不對 所以他是藉由一種 動物來跟 養食動物 來編這個故事 所以這個故事也 我什麼時候沒有聽過 好 你們的故事我沒有聽過 我以前的同學沒有 你這樣講 我好創新 來 這一組的同學 這一組 這邊 你們沒有 你們這整大組 沒有沒有代表 哇 你們真的是在把機會 讓別人嗎 好 我敲一聲 沒有的話 我就給他可能 好 一怎麼樣 好快點 沒有齁 你們第一組沒有齁 沒有齁 好後面的 終於舉手 你們太不勇敢了 我們勇敢一點好不好 在洪老師的教室 真的就可以 非常的open mind 隨便你們再講 都沒有關係 來 這個是那個 因為聖誕節快到了 所以 這是一個 額色彈迷路 這個是他的腳 然後 這是他的頭 然後 他其實他的血條 要去送禮物 因為他在死邊要去送禮物 這是他的血條 然後 因為 他的那個眼睛安靜 就是他代表他很喜歡這個工作 但是 因為他要送禮物太多 他要跑 1800多個城市 所以 他就臉色發現 然後就超速 然後 然後 這很像他一個天使 然後就是 保護他 讓他不會發生惡魔 這樣 然後 那是他握了一切 對 因為他沒有輪子 超科技 對 跟你的資工好像也有關係 請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他還定井 還定井 對不對 還定井 而且他 你是不是很喜歡聖誕節快來的 是不是在準備當禮物 其實我聽到這個 我覺得非常有趣 你知道為什麼 我剛好看到一個人家床給我的 他說 美國一個公司是新成立的 新成立的那個 飛機公會 那個航空公司 他們 就一開始 上飛機之前 有沒有看到這個影片 他 上飛機之前 就跟你互動 那個聖道老人 跟你互動 你要什麼 跟你講 跟你問一下要什麼 然後結果呢 當飛機會的過程裡面 他們就會開始有連線 開始去過 開始去把 這個乘客 各一百多人的乘客 所有的禮物都被吃了 然後你下來的時候 有人要照相機 有人要什麼 他都哭出來 你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 好像是具備那種 所以我覺得你是在 是在對這個禮物的期待 應該差不多這樣 好 還有沒有其他想法 所以我們有三個故事不同 有沒有人 其實這裡的羅上默契 末製測驗 羅上克希的人的名字 末製測驗 當時他做的是十張 那個十張這個東西 他隨便在滴 那個滴的什麼顏色也在滴 所以然後滴完以後打開 就變成形成各種不同的 到最後一張是空白的 這個空白是他自己要去編故事 你們我剛看起來同學們 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謂的 但是你要知道 倘若是心理人問題的 例如 他是來自一個家暴家庭 例如他來自 像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 以你們來講的話 因為你已經會敘述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是有些小孩子 他在一個 例如說他是一個亂人家庭 或是家暴家庭等等 他不知道怎麼講 我就給他看這個 他就會說 老師你不知道嗎 這個都是因為他看到我媽媽被爸爸打 他說這是我媽媽流的血 你都不知道 我媽媽每次我回家的時候 我感慨 為什麼 因為他每天都被爸爸綁起來 然後休禮 就變成這樣 他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還有一次 還有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 他就寫一篇作文 他說每次我爸爸 都把我媽媽的手綁起來 所以他們才知道 原來家裡是家 貌事件是家 對你來講的話 你們講的故事 我看起來都是蠻有顏色的 為什麼呢 你們都被神燈幻想 然後講到 這個會有什麼期待 你看這邊要禮物那邊 那個禮物是山陽果 那個禮物是妖 是禮物要不曉得 要什麼禮物了 所以怎麼言之 你們都還蠻快樂的 但是我看到有些學生 他來到這個地方 像我們剛剛看到說 這個是好像兩個人在對峙 你沒有注意到他們兩個人 他說老師 我跟你講 這是兩個人 這個我爸爸 我媽媽 然後兩個人都大打出手 然後兩個都留一堆錢 好可怕 他會這樣跟你講 所以墨制測驗最主要就是 考什麼東西 他了解到說 當人的 當人沒有辦法去講出來的時候 藉著圖畫描述說 到底這兩個人在幹嘛 他們兩個拿著五七人 固子來 固相對峙 像我如果花過去年齡 我這個故事是蠻悲慘的故事 但如果你們編出來的故事 都是很真相的很 不是綠色的就是黃色的話 一般人講 我們聽起來就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請同學看看 如果你回去看一下 你把你心底的故事 編到裡面去的話 有可能你編的故事 很可能不是這麼的 這麼不為認知 因為你們編出來的故事 要長給他聽 你就編得比較好看 好像比較快樂一點 但是有時候 當我們看到這種家庭的小孩子 他編的故事都不是這個樣子 這樣你知道嗎 好 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 這個他是一個 我的節課反轉結束了 他是一個羅夏克 他用末字稱 來瞭解人格的特質 瞭解人格特質 而且發生什麼問題 就在講 這樣清楚嗎 好 所以如果說 我們在做那個人格測驗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 不是那裡解問卷而已 我們如果發現問卷裡面有問題 我們就給他做這個東西 然後給他編故事跟文件 我們就知道哪裡發生什麼問題 好 這是那個心理學生要做的 好 接著我們講到第二個 這個叫主題同學 TAT 這個主題同學也是我們經常用的 好 現在請看一下 來你講這個故事 有同學 我們現在沒有講的可以接受 你們講這個故事是什麼 講這個故事是什麼 來 請同學 來發言一下 你們要不要講 你們最近要不要講一個故事 給拜他面 你們這組最近表現很好 來 收底下故事 來 你們要學哪一個故事講一下 我想要講左邊的故事 這一個故事 好 他發生什麼事 就是左邊這男的 他有一天 他住進而大型 左邊這女的 我要了解一下 這跟我的 他上次有關係 好 這是你的 他說你的 好 接著 然後他有一天住進而移動 他心來的時候 他感覺很怪怪的 我後面有人在看著我 可是他每次一轉身就沒有 就沒有看到你 結果就跟電影 所以我還覺得 你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給我的感覺 就是說 他一直在期待有他 能夠 就是他的親人也好 他能夠出來跟他相會 但結果他都是漏空這杯 你還有滿失落感的 所以你講這個故事給我的感覺 好像你 這個男生女生不重要 但是你看他的表情 他一直在期待什麼事情 然後後面的人 後面的人跟他一想 好像是在監視他的感覺 或是說他的期待 好像一直沒有出現 可是他一直以為 左邊這個人是他還是最女 其實他不是 然後他也 他不知道自己就不在意 好 反白一點愛怨 好 那不少的其他 非常謝謝這位同學 來 你們還有其他的 要詮釋他的 來 這個 這個故事倒是很多人 講得很不一樣 我也想講 左邊的 你要講 這個 這個 對 我覺得前面那個男 那應該是一個很秀氣的男的 很秀氣 然後你把他認為他是男生 然後後面那個應該是媽媽桑 然後他在走 他走 他走在路上被拉客了 所以他故意 眼 眼睛在飄旁邊 他在裝馬 然後他在裝馬 然後他問到時候說 你看旁邊那個小姐 很漂亮 所以他那個視線其實是另外一邊的 他跟他介紹那個小姐 然後我 我覺得那個男的 應該最後還是會買 買單的 我覺得 我 這個很勁爆 很勁爆 媽媽桑跟那個 一個人在拉客的感覺 這樣 那你覺得很有趣 好 還有沒有其他第三個說法 還有第三個說法 還有第三個說法 沒有 你們要不要有一個女生代表來說一下 你要不要代表說一下 好 我覺得我 左邊 開始 就是 左邊那個女生 其實是 右邊那個老媽 就化妝化妝 蛤 化妝 蛤 化妝 不是化妝 或是用什麼 魔法還是什麼 然後變得比較臉 他認為說這是他的本火 這個是他變出來的一種 就是說他的化身 他的假象化身這樣 然後他們兩個要幹嘛 你可以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 他其實是很蠻 是一個蠻狡猾的人 但是他出來就是這樣亮麗光鮮的 這是他的面具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好 他的 所以他把一個人分成兩個 這是他的真實的我 我看起來還要他隨時的看人 然後這個給大家看起來 但是我總覺得他們也是 特別的憂愁的感覺 好 謝謝 還有沒有第十個人說法 好吧 我們時間有限 有一個同學就跟我說 老師我覺得這是他的媳婦 他的媳婦好像 你看看 這是後面的婆婆 他大概看到有些婆媳不可答 他就說 你看看這個媳婦 你看看他 他長得算是很漂亮對不對 五官端正馬 但是為什麼那麼的憂愁 因為外面有人在見識他 有人跟我說老師不對不對 他是一個員工 他是一個老闆 老闆隨時在看著他有沒有做錯 你看又不同 然後接著還有很多 所以你們可以無限 所以這個所謂的主題 同學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心裡別想什麼 你就會把故事解釋成跟你一樣的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我們 那個心理學很喜歡用的方法 這個好 來我只有一個同學來解釋 來請 他就是一個爸爸 他每天就是早出晚過去工作 但是 他每次回來的時候 都是已經晚上很晚很晚很晚 然後他都是他兒子的需求 但是他又不敢去摸他兒子 因為他怕他要醒來 怕會吵醒他 對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工作 很忙碌的爸爸 那這個是一個兒子 所以你會覺得說他們夫妻之情 不是 他們那個父子之籤好像 那個見面的時候 不是就是都看不到 就是那一種 好像我們兩個都 父子之情的感覺就是好遙遠 近戰之遲 但是又覺得好遙遠的感覺 對不對 希望沒有講到你 但是我會看到 當你跟我講的話 我就會有點擔心 有可能這個就是投射到某個人 你的朋友或是某個人的那種 因為他 你會看到這種情況 怎麼那麼像我某個同學 他跟他爸爸的感覺是這樣的 好 還有再爭取另外一個同學 來 他先 你等一下 後面的同學 你覺得這一幅圖裡邊 這是一個爸爸跟一個兒子 他們看起來好像他很關心他 又不敢去踏去他 好 請說 我覺得是就是一個酒店的人 然後還有一個是照顧他很久的 然後 然後 因為他 因為 他可能沒有能力再去照顧他 所以他就想要 就是 結束他的生命 可是他又很捨不得 所以他看起來有點猶豫這樣 所以這樣 我聽起來好像一樣 但現在很多那個家庭 有那種非常不好 就是說他去久病 我們知道 有時候要久病無孝子 或是說因為他照顧 這個可能是一個他的親人 這個可能 因為看起來他好像 這裡也彎腰活被 而且他很瘦肉 但這個看起來就知道他在什麼 或是 剛剛你講是沉睡 他看起來好像是 他已經病得不起 但他又覺得 好像跟他說再見 但你說他好像結束他生命 好像把他壓死 悶死的感覺 你是不是 我們的故 那個 我們的news看很多 我最近才看那個 對 所以他馬上 你最近看到這樣的故事 對不對 我最近看到的是 那個 一個媽媽要照顧 一個沒有行為的 那些小孩 所以他把他放在籠子裡面 然後就一路兩路 他都四十幾歲 對啊 所以你就把他的 他的想法裡面 看到了跟你的情境 就連結到這裡 好 以上就是我們要跟大家 討論的一句說 你會看看 你現在在想什麼 或是說你曾經有這樣的經驗 或是說你最重要的人 有這樣的情境 你可能就會投射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做這個實驗 也是要跟大家講到說 在心理學的實驗 他是好多種好多種 你們經常用個那個 製程量表是最知處的 好 我們除此而外 我們還有要給大家看一個 欸 這個是很有趣的 性別發展的 有人說五點要下課 同學 那你就自己走 因為我實在沒時間 讓你們休息 好 開始 性別發展跟這個動畫 所以從現在開始 大家要知道 第一個 我要知道我是男生 還是女生 第二個 我到底是真正男生嗎 還是我心裡邊有女生 或是說我是一個女生 心裡邊有男生 請大家看一下 就知道了 好 非常有趣 這是我研究主題 好 非常有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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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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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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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